接下来就是机库的一个设计 那么机库设计的话呢 我是这样子用3D打印一个小盒子 然后安装的时候呢 正好可以从这边滑入到里面 你只要对准这里的一些卡位 当然一旦装上去以后也不会经常拆开了 这样子滑上去 看有没有对准了 可以对准了 然后呢 我在这种地方做了一个抵挡 这一侧也有个抵挡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卡的位置比较准一些 为了让飞机能够有不一样的层次感 稍微来点多样性 所以我决定用不同的两种灰色来喷这个飞机 我们把那个攻击型的战斗机 用银灰色 然后其他的三种呢 用那个就是中灰色 好用上面胶固定了一下啊 注意不要摁得太紧 要不然会留下残胶的 那么我们在这些底部 先轻轻的喷一层 第一层喷完了 等待第一批干燥的过程中呢 我们来喷另一种颜色的其他三种飞机 一共是24架 贴好了 下面我们去喷第一层 喷好了 这个海雅云灰啊 颜色跟飞机本身的颜色有点接近啊 所以看不太出来 第二层银灰色已经喷好了 海尔烟灰第二遍 等待它的干燥过程中 我们把这一个翻个面 好了 我们去喷正面第一遍 正面第一遍喷好了 看起来已经不错了 已经基本上都附带了 我们就等干 干了以后如果看效果好的话 我们就不用再喷了 好 现在该轮到它们 把它们全部翻过来了 翻过来了 正面咱们去喷第一遍 一遍喷完了 看上去也是不错 好像都已经喷到了 再它干了 再检查一下 如果好的话 也不用再喷第二遍了 这就是我打印机里面 打印的这种内饰板 内墙 这感觉不行 这个纹理太明显了 而且有丝垂下来 所以我换了一种方式打印 我把本来这个是贴在笔板上的一个面 现在反过来打印 最终打印出来的效果还不错 我们来把它装上去吧 看起来还不错吧 上面有些小毛 那打火机烤就可以烤掉了 效果还可以 底下喷黑灰色 我的机库地板已经干了 下面我们来撕开 效果就是这样子了 下面我们来对它洗字和圣线 这么多的小车 8个加2 8加2加11 11个小车一共是 11个小车的话 工作量也蛮大的 要修边啊 什么 完成了对这些小拖车 还有这个救援车 消防车 这种东西的打磨消边 然后接下来呢 我先给它们喷一层白色的底漆 喷完第一遍 这些6辆 123 8辆 8辆车拖拽 等等 再喷一次吧 因为这8辆小车呢 本来就是白色的 所以就不需要去进一步加工了 主要是这里的 把它喷成黄颜色就可以了 机库呢 暂时就这样子搞吧 然后飞机呢 都偷个小懒了 不高兴把翅膀折断了 然后折叠起来了 全部展开吧 除了F14熊猫战斗机以外 天生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也有人 也有那个翅膀 就让你把它切断了以后 改成展翅飞翔的那种造型 我都没改 因为急着要看最终效果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这样 然后用一些水贴 里面线成的一些水贴 做了一些地面的标志 看起来效果还行 这个喜自的飞机啊 我喜自的这个F14熊猫战斗机 感觉也太旧了 跟这个对比 放在甲板上感觉 不太和谐 刚用棉签沾了水擦了一下 稍微减轻一些旧化 那么我们先把窗户和轮子涂了 手涂的难度呢 还是有一点的 我感觉啊 窗户那个地方 总之是有些边缘涂的不够平 不过这也是我最大的努力了 和那种咸鱼上面 我看到35块钱一架 卖这种飞机 做出来效果呢 肯定没那个好 但是我觉得 哇 如果35块钱真的买到一架 像那种效果的飞机的话 舰载机的话 我觉得也是蛮值的 坐着花那么多的时间 去做出比我这种效果好得多的 舰载机 对吧 35块钱一个 我觉得也是完全 好像可以接受的 飞机咱们就暂时这样 机器上面贴了两个美国的这种标志 然后用软化剂 等待它的软化吧 然后这些呢 粘固在把它固定在这 给它轮胎涂颜色 好 这些剩余的呢 把它喷成黄色 好了 喷好了 我觉得这一遍就够了 尤其看起来有点厚 咱们等它干了以后 应该是可以把细节都显露出来的 丙系颜料给轮子烧黑色 丙系颜料 往这个轮子中间一涂 然后等干就可以了 等干以后里面就是白的 外面一圈是黑的 然后其他的那个车子 小车小拖车呢 我打算洗字 我这些都到明天再继续搞吧 然后那边的喷漆呢 嗯 干个一晚上吧 上面油膜还是蛮厚的 还是有点喷多了 嗯 不过远看没什么问题了 OK 机库 放在这儿 无线平面镜的反射原理 效果相当的不错啊 我们来看一下 飞机我已经把它粘上去了 所以 看起来 很稳固啊 你看 哇 当然这个因为玻璃有点软 我手抓的地方有点变形了 所以看到这种样子 实际情况是 不会那样子歪曲的 无线平面镜啊 效果真的不错 尤其从这个小洞里面 看出去的时候啊 其实看不太到那个玻璃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 无线延伸这种效果已经出来了 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么到时候还有个镜头是这样子 从这个位置往上看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灯光 灯火通明啊 应该是这个角度拍比较好 灯火通明的那种感觉 这块支架的这个板上面 下面也要贴两个铁片灯了 增加两个铁片灯 那我们企业号的制作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吧 我是老师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搜索了 我们下期节目搜索了